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小镇田野间狂冒浓烟 有多辆战车行驶 反普丁的民兵部队俄罗斯自由军 声称占领俄乌边境别尔哥罗德州的村镇科金卡 州长要求当地居民疏散 出现常常撤离车楼 俄方称这是乌克兰渗透部队 跨入俄罗斯境内进行破坏 但遭乌克兰否认 直言是俄罗斯窝里反的反抗势力 五名全副武装的反普丁自由俄罗斯军团战士 声称是时候结束克里姆林宫的独裁统治 汉话要继续前进让俄罗斯自由 与普丁关系亲密的俄罗斯东正教最高领袖基里尔 坐车22号惊传车祸 行进十字路口时遭拦腰撞上车头毁损 对此东正教否认基里尔的轿车发生车祸 称基里尔还好端端坐着车前往教堂 但让人怀疑案情不单纯 俄罗斯持续攻击 22号发射16枚飞弹和20架无人机 空袭乌克中南部城市 虽然乌克防空系统摧毁20架无人机和4枚许臂飞弹 但人造成至少8人受伤 多栋建筑受损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